辛苦练习终于有了甜美的果实 来看到新竹县的学生 参加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去年获得了三赢一同 那么今年再创佳基 夺下了三金五同 那么其中呢 范云昕、陈炳阳还有沈信村三个人 凭借着熟练的技巧 以及强势的攻防 都拿下了个人的金牌 一一颁发奖状给金银同牌选手 县长杨文科肯定各校运动小将 为新竹县争光 参加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大放一彩 特别感谢我们刘贵雄主委 跟陈俊仙总案士 一起来为我们基层的 这个跆拳道的努力 能够得到这么优良的成绩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这也是我们新竹县政府教育局 在培育三级制度里面的一个一环 那我想我们对于运动的推动 我们是不遗余力的 那我们也希望各种运动 同样的在起飞 这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热爱运动 去年在全绍井跆拳道赛 踢出三赢一桶 今年小选手们在创佳击 勇夺三金五桶 包含平林大同 新浦上馆国小等九校 十三名选手都夺牌 团体赛六人抱回第三名 个人赛零右号季军 林宇柔和陈芷晴两人同牌 范云馨 陈炳阳 沈幸村 三人拿冠军 其中范云馨从三岁就开始练 年初才拿下亚洲赛四金三银 擅长侧彩攻击 练习得很辛苦之后 又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就觉得蛮很有成就感的 之后希望可以去打奥运 得到很好的成绩 对手会一直冲 然后冲进来 我们就用后梯挡住他们梯极 然后呢他们就后面就没有一直敢冲 假日培训队的时候会一起练习 然后呢培养默契 然后打团体赛 这一次比赛比较突出的可能就是 平邻国小范云馨同学吧 因为他从第一场打到第五场 中间就是没有打到第三回合去 都是提早把对手结束 这一点是在全国赛中实为难得 完善基础锻炼 加上一地训练 克服升高矮小劣势 靠着晋升反击突破强敌 打下三金五桶 赢得甜莓果实 也让人看见竹线跆拳健额坚强实力